品君居然去抱情敌 这是要三人一起的节奏吗 原来品君突然分倒 并不是没有征兆 他拼命工作学习 还要分出精力照顾海青 维系他们岌岌可危的爱情 最近更是时常觉得疲惫不断生病 他是硬生生把自己熬病的 现在急需换肾才能续命 海青无比自责 他很费就 一直以来都是品君 在照顾他迁就他 还要工作学习 自己还不断给他压力 还好妹妹和品君的适配度高 能换肾给哥哥 品君很年轻身体也不错 所以手术很成功 在品君昏迷的时候 他做了很多可怕的梦 他梦见自己把海青困在身边 海青不断反抗自残 俩人陷入无尽的痛苦和恐惧中 所以当他醒来就已经有了决定 他知道海青的心已经不在他身上 现在对他只是责任和义务 更多的就是亲情和习惯 是时候该放手了 我虽然子里逃生 让我感觉我一口气 我们的想要的幸福 都选择完了 幸福都是有额度的 另外 学了 经历了这么多 海青爸爸也明白了 自己儿子已经长大 他能把握自己的幸福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他决定让儿子自己做选择 品君出院这天 他叫来了颜飞 两人来到医院天台 颜飞很诧异 他不明白平均的举动 谢谢你迟到了一年 让我拥有海青 我还真的爱 再来 就交办给你了 海青 他做什么决定吗 他没有告诉我 他什么都没有说 可是我知道 这小子 可是我很任性 原来他顺着他 收到 他有时候嘴巴 说不在乎 心理学在乎的药命 小心眼 爱生起 甚至爱吃醋 可是我知道 那是爱你的 请你好好地照顾他 爱懂 我还没有准备好 妈我跟你说再见 等我准备好的时候 再保重 谢谢 本以为海青会出言挽留 却是一句谢谢 平均的感觉没有错 他的爱人 已经不爱他了 这种撕心裂肺 肝肠寸断的痛楚 谁又能明白呢 虽然海青被动 做出了选择 平均也为爱放手 可颜飞和海青的爱情 却没有如期而来的 美满结局 海青出国了 他去了美国 三年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随着时间的改变 谁又能知道结局呢 不管怎么说 还是送上祝福吧 愿每个人都能 各自安好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么我们翻外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